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我希望每一个时刻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 我希望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 画出笨拙的自由 画下一只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 一片天空 一片属于天空的羽毛和树叶 一个淡绿的夜晚和苹果 我想画下早晨 画下露水所能看见的微笑 画下所有最年轻的 没有痛苦的爱情 晚上好 朋友们 我是静波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刚才我读到的是 世人故城的一篇代表作 叫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今晚除了这首动人的诗 还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我手边的这本书呢 出自东方出版社 书名叫做在孟西那边 作者胡桑 这是一本散文集 作者用回忆的口吻 带着大家一起回到了他的故乡 我想很多朋友对故乡 都是有一种情节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对故乡的回忆 可能会越来越模糊 同时也会伴有越来越多的想象 好 下面呢 我选择了其中的一篇 作者 带我们认识了他人生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就是父亲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请把他转发给更多的朋友 在我的记忆里 父亲总是顽童的形象 他对许多事物 保持着天真的快乐 除夕夜 他总要站在倒地上 眺望四周夜空中的烟花 八十年代的烟花 大多很简单 最为流行的是土猪类的烟花 名字是彩明珠 闪光雷 彩花雷 震天雷什么的 产地大多是湖南流洋 最初家里买的都是二三十发 后来基本上是八十发 一百发 一颗珠子产生一朵火焰 火花是红色 蓝色 或是绿色的 比较高级点的 射出的每颗珠子 在空中 能渐变换出几种颜色 如果是闪光雷 珠子在最后能爆炸 啪的一响 那么清脆 现在广为流行的 李花炮 当时十分稀少 李花炮 华丽盛大 父亲望见远处村落 或镇上 这种独特的李花炮 就会用开心 而高亢的声音 急忙催促我和弟弟 去屋外看 村子里最早燃放李花炮 应该是我的剃头大掰家 他家原先是我家的邻居 后来搬到村子前边的 一大片桑树地里 就在村子前 那条大水沟的南边 南海的最东边 所以他也多了一个称呼 南海大掰 有时候 我们会去大掰家看烟花 大掰以剃头为业 在村子里 算是收入比较高的 每年的烟花 相应的也就高级一点 虽然只是一盒 小型的李花炮 但对于我来说 它足够繁盛 升空时的声音 足够剧烈 在天空炸开来的花朵 弥漫成一大片 这是电视里 或者附近镇上 才有的事物 我对烟花的热爱 很大程度上 是受父亲的影响 长期生活在乡村的父亲 保持着对各种事物的热情 宁静的乡村 时间若有若无地流淌着 物质十分有限 事物单一却比较稳定 人与事物亲切地相处着 人的感官会一直天真而敏锐 人们愿意面对事物 与事物交换心情 在这个意义上 父亲是十分典型的农民 他至今仍保持着 对事物的天真 虽然酒精正在伤害他的头脑 让他的意识逐渐混沌 但这种天真 似乎一直盘踞在他的内心深处 即使不是李花炮 而是比悄无声息的彩明珠 烧好看一些的闪光雷 都能让父亲激动起来 他就像是村子西边的东升邦 运河里一有稍大的船只经过 浪花就会通过新开河 在东升邦里掀起层层追逐的波浪 让湖面上的水草随之起伏 有些闪光雷之类的土株烟花 每一发甚至可以产生出石鱼响来 就像天空中的锣鼓队 东升邦西暗的小村子湾里 每年总会有人家燃放这种烟花 父亲肯定也要喊我们出去看 烟花在西边的天空 画出彩色的弧线 伴随着清脆的声响 我们则伸长脖子远远的眺望着 并且不住地叫好 这几乎是每年春节的特定场景 除了烟花 父亲每年要买很多爆竹 在祭拜祖先 年菩萨以及灵点迎接新年时 总要放上八根爆竹 如今父亲对烟花的热情 已经几乎消失 但依然热衷于爆竹以及鞭炮 他喜欢爆竹 喜欢它的高度和剧烈的声响 但害怕自己燃放 总要我和弟弟去点引线 自己在旁边捂住耳朵 看着 然后会心地笑 像个孩子 远山清脆 鸟儿堤飞 阳光在树上沉睡 微风轻吹 垂裂露水 吹红了满山蔷薇 我和宝贝 静静一味 这画面如此的美 阳光明媚 把你抚慰 宝贝是最美的花蕊 静静地依偎 在你身旁沉睡 躺在你怀里 用满的回味 静静地依偎 享受着阳光明媚 直到有一天 慢慢老去 我会一直伴随 我心沉醉 成双成对 身旁依偎着宝贝 你温柔入睡 你温柔入睡 宝贝笑得那么甜美 你温柔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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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在你怀里 躺在你怀里 用满的回味 静静地依偎 享受着阳光明媚 直到有一天 慢慢老去 我会一直伴随 我会一直伴随 我和宝贝 静静依偎 这画面如此的美 阳光明媚 把你抚慰 宝贝是最美的 花转意